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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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张一星饰演的《二月红》再续前缘 毕竟《二月红》和丫头这一对 也是让大家牵肠挂肚的一对 《老九门2》下月开机 原班人马回归刘怡汉 陈乔恩替换赵丽颖 大家期待《老九门2》吗? 不得不说 近段时间的新剧可以说是扎堆播出 不过还是有很多代播剧 依然还没有官宣定档 近日《老九门2》又传出了江西的新消息 成功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热议 说起《老九门》 这部剧估计很多人都有看过吧 眼看距离首播都已经过去四年多了 可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人都对这部剧念念不忘 因为这部剧在大结局的时候还埋下众多的伏笔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能早日看到它的第二部 直到近日 网上终于有消息传出 《老九门2》已经提上日程 并且很快就要开机了 这个消息对于不少老九门的忠实粉丝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毕竟距离第一部过去了这么久 才有第二部的消息 网传原班人马将有望全部回归的可能性很大 其中陈伟霆依旧是老佛爷 张一星继续饰演 二月红 就连配角也基本上不变 可是唯独第一部中的隐心乐扮演者 赵丽颖巨悉将不再继续出演第二部 这不禁让很多忠实粉丝感到有点失望 毕竟赵丽颖在《老九门》的第一部中 就已经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部原班人马都能够回归的情况下 却唯独赵丽颖被动灵女神陈乔恩替代了 不过产后刚复出不久的赵丽颖 如今形成比较忙 不能继续拍《老九门2》也是很有可能的 而陈乔恩也不是第一次出演这种题材的电视剧 之前陈乔恩在《鬼吹灯之精觉古城》中饰演女主 可是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如果真的是由陈乔恩代替赵丽颖 估计还是能够演好隐心乐这个角色的 只不过现在《老九门2》还没有正式官宣 接下来还是要以最终的官宣为准 如果《老九门2》赵丽颖真的由陈乔恩替代出演 大家还期待吗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哈喽 你们好 大家还记得三年前播出的《老九门》吗 是由圈内实力派女演员赵丽颖和男演员陈伟霆 一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 该剧在当年的播出可谓是轰动了意识 引得不少观众的喜爱 观众纷纷被里面的几位主演所吸引 美丽大方的赵丽颖和高大帅气的陈伟霆 还有长相秀气又痴情的张艺兴 该剧的结局更是为第二部埋下了伏笔 就在前段时间《老九门2》提上日程 原班人马出演 女主不再是赵丽颖了 就在前段时间又有网友扒出 《老九门2》被提上了日程 将会在未来的时间段内进行开拍 其实早在《老九门》第一部还尚未播出时 慈文传媒就曝光了会有第二部的《老九门》在筹备中 慈文老板还没等到第一季播出 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第二部播出了 看来慈文传媒的老板知道该剧会火呀 没错 第一部的播出该剧确实火了一把 不止演员大火 连收视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看来《老九门2》再次被提上日程 想必在未来的一年内还能等到该剧的播出 要是真的开拍《老九门2》 最值得高兴的就是该剧将会由原班人马继续出演 能够采用原班人马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安慰了 想必当很多的观众看到该消息时 内心会十分的激动 终于又可以看到帅气的张启珊 痴情的二爷和最有男人味的张明恩 只是该剧唯一的遗憾就是 女主不再是赵丽颖了 而是换成了其他的女演员来演尹新月的角色 这一点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毕竟看惯了赵丽颖所演的女主新月的角色 如果女主真的换成了别的女演员 会不会有原著粉气聚呢 只能耐心等待传媒公司的官宣了 陈伟霆能够再次在第二部中担任男主张启珊的角色 对于粉丝来说简直就是惊喜 不得不说陈伟霆一直都有帅气的气质 不管演绎的是哪个影视剧中的角色 每次都是以帅气的形象出现在荧幕前 观众不得不被帅气的陈伟霆所吸引和迷倒 当然在《老九门》中 陈伟霆的一身军装显得她帅气 俏皮 可爱 特别是在女主新月面前时的撒娇 更是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陈伟霆 没想到陈伟霆在剧中还是一个宠妻狂魔呢 而观众正是因为看上了陈伟霆在剧中的帅气 又看到了对老婆很宠爱的丈夫 所以陈伟霆在该剧收官后 获得不少粉丝的青睐 微博粉丝也是蹭蹭地往上涨 可见陈伟霆饰演的这个角色多么受欢迎 所以这次的回归更是让不少的粉丝在期待中了 还有男二二月红的角色 是由稳重沉着的张一星饰演的 在剧中 当风流成性的二爷遇到了袁冰演所饰演的丫头后 为之清新 之后就变成了很痴心的丈夫 对丫头是百般的呵护 当得知丫头得了不治之症后 宁愿倾家荡产都要为之看病 是个好丈夫没错了 只可惜最后的结局 丫头未能治好 重病身亡 在心爱的人怀中离世 对丫头来说也是一种幸福吧 张一星正是因为演绎的是痴情的男二 再加上精彩的演技 张一星的名气顺势大增 在娱乐圈中有了一席之地 现在也是很有名气的男演员 要是能够继续出演老九门二 观众又可以大饱眼福了 如果老九门二的女主不是赵丽颖了 会不会影响收视率呢 之前第一部的播出 也正是因为有赵丽颖的加入 才有着那么高的收视率 如果这次女主换成他人来演的话 不止连网友担心收视率 连小编也很担心呢 毕竟有原班人马的出演 收视率有可能还会达到很可观的效果呢 不知对于女主不再是赵丽颖了 屏幕前的你怎么看 感谢观看